大家好,我是阿斯卡 歡迎收看不負責任風動漫 南俗裡沒有殺過人的 大概就只有J了 因為天挑五輪道武會裡 J的對手 鄧福傑、伯鳳、哥巴斯基 最後通通都沒死 加入南俗了 故事一開始 署長正在署長室裡照鏡子 俗話說得好 頭髮是終身良有 即使凸到只剩一根 也要好好的保養 呵呵呵 其實我還是挺有魅力的嘛 我要跟這根頭髮 當一輩子的朋友哦 署長邊說邊梳著他 僅剩一根的頭髮 突然間不幸的事就發生了 我和男人逐漸 我和男人逐漸 緊急報告 全體一號三立刻到 禮堂集合 就了這麼急 鬼鬍子是要翹辮子的事嗎 今天集合大家 是要頒布一項署長的譯詞 近日有感於年輕人 沉迷外表打扮 忘了學生本分 所以從明日開始 所有一號三都要 禮光頭 如果能於明日正午前 頭目印成功的話 則可免除 明天你們就是光頭了 哈哈哈哈 送啊 書長最氣的就是 流長髮或是燙頭髮的學生 男人最有價值的 就是頭頂的發亮的光頭啊 看那你怎麼自己不去理光頭 這時秀馬呂突然問到 上面說頭目印成功的話 則可免除 頭目印到底是什麼東西 鬼鬍子則解釋到 在中國古代有一個 以拳法著名的揪靈寺 某天師父周明明想測試自己的武功 便告訴弟子們 只要自己有破綻 就可以在他頭上寫下人字 但是弟子們用盡各種手段 不分昼夜的嘗試 最後都沒有成功 所以現在稱無懈可擊的高手為頭目 就是出自於這個典故 所以如同這故事一般 只要能在署長的頭上寫下男字 就可以全員免除剃光頭 不過這在男署的歷史中 還沒有人成功過 接著一號生們開始討論 如何頭目印的戰術 男主劍淘汰狼 一貫的對此事不感興趣 秀馬呂這次想到了一個好方法 他做了一個刻有男字的章 趁中午署長在吃便當的時候 用劍朝他後腦射去 沒想到署長的反應更快 直接用筷子就夾住了從背後射來的劍 結果秀馬呂挑戰頭目印失敗 被剪了一個像洛克人瓦利博士的髮型 可惡啊 接下來就由男鼠里人稱 寧根コンピュータ的我來挑戰 天哲你確定這招會有用嗎 放心好了 根據我的觀察 那個禿子是精力旺盛的色狼 他一定會中招的 快啊 走って 快 Ana 爛鼠里怎麼會有女人的聲音 重招了春山快上啊 本以為這次的作戰可以成功 沒想到署長直接用他的蠻力破壞牆壁 天哲跟春山的聯合作戰也失敗收場 接受了剃头法的处罚 接着松维也展开他的作战方式 他先是在鼠掌习惯睡觉喝的酒里 放了安眠药 半夜趁鼠掌熟睡的时候 从天花板用竹竿绑着笔 要在鼠掌的头上写字 没想到鼠掌睡到一半突然梦游 拿着长枪就朝天花板猛刺 最后松维的挑战也失败 隔天清早 鼠掌边做运动 边想着一号生还会出什么怪招时 腹肩突然就开了一辆载满砂石的卡车 往鼠掌身上倒吐 嘿嘿嘿 终于考定了嘛 现在只要等他探出头来就行 出来了 腹肩快上啊 趁鼠掌探出头的瞬间 腹肩用极快的速度 在他头上写下了男字 头目印终于成功 哇哈哈 残念的 这并不能算是头目印哦 本以为腹肩这次的作战成功 没想到鼠掌站起身来才发现 头上竟然戴了一个工程帽 鼠掌问腹肩还有什么把戏警官使出来 腹肩却说他放弃了 要剃光头什么的他都认了 没想到这句话惹怒的鼠掌 被狠狠揍了一拳 因为不管失败几次都要勇往直前 这才是男鼠的精神 腹肩听完后心服口服 直接扑上前去抓住鼠掌 其他鼠身见状也全都冲上前去帮忙 在推挤的过程中 鼠掌的工程帽掉落在地上 众人看了全都大吃一惊 因为署掌的头上已经印了一个男子 秀玛侣捡起地上的工程帽一看 里面竟然粘着他上次作战失败的地瓜印章 剑桃太郎这时才走过来说 剃光头绑着头巾怎么成为大人物呢 署掌称赞了一句剑桃太郎后就大笑而去 随后便解除了剃光头的命令 最后鬼胡子也因为打赌输了被剃成了合同头 蛤 难得的假日却没钱也没有女朋友 我的青春只是一片空虚罢了 摇 助姿 诶 请 нем Pars Utd 诶 怎么有女孩子的呼救声 我如果上前去搭救的话 他敢不好会以身相许 嘿嘿嘿 这个摆阳下 副坚推开人群 冲上前去准备英雄救美食 卻發現呼救的人竟然是個老太婆 抱歉 你繼續 老太婆跳上去一把抱住腹肩 結果小禍棍的拳頭就這樣不小心打在腹肩臉上 最後下場當然是被腹肩狠狠的揍了回來 走開 不用謝我了 我最討厭老人 娘男 你怎麼能說這種話 我是你媽媽 隨後腹肩就跟著老太婆一起回到他住的地方 真是抱歉 硬把你拉來 你跟我兒子娘男長得實在太像了 可惜他已經長眠在藍色的深海裡了 看我真倒楣 好好的一個假日竟然在那邊聽老太婆講廢話 時間過得真快 都幾十年了 不知道你在天國過得好嗎 娘男 真無聊 婆婆 我要回去了 沒想到我好不容易存了一億元 你卻再也回不來了 看是什麼有億元 請把我當成良男吧 媽媽 從那天之後 腹肩每天放學都衝很快的離開學校 其他俗生看了也都覺得他有問題 還一度懷疑腹肩是不是交了女朋友 於是大夥偷偷跟蹤去看了之後才發現 原來腹肩是很勤勞地在幫一個阿婆煮飯打掃 要忍耐 為了我的意義 原來如此啊 良男也剩我們一份吧 嘿嘿嘿 原來你們都是良男的朋友啊 是的 腹肩 喔不 良男沉蒙您的照顧 真羨慕良男有這麼溫柔美麗的媽媽 請您別客氣 也把我們當成您的兒子吧 媽媽 嘿嘿嘿 當然 只要是良男的朋友 我都當成自己的兒子啊 看你們這些傢伙 這時突然有群黑道找上門來討債 還威脅婆婆如果不還錢就要把他家產平 腹肩看到這種情形 當然是上前來阻擋 喔 你就是新的良男啊 什麼新的良男 別管那麼多了 良男趕快給我揍他 隨後 腹肩等人為了一億元 卻都豁出去把這群黑道給打跑 但是隔天到了學校 眾人越想越奇怪 既然婆婆都有一億元了 為何不拿出來還債 這時剛開始被腹肩教訓的那個小混混突然出現 腹肩原本以為混混是來尋仇 沒想到混混竟然說他是前一任的良男 原來婆婆喜歡賭博 而且欠了一屁股債 為了應付隨時會來討債的人 才邊謊話說自己有一億元 騙一堆貪財的人來當自己兒子保護他 腹肩聽完火冒山葬 直接去找婆婆理論 看這就是你兒子的照片嗎 找他跟豬頭一樣 到底哪裡像我了 哼 是你自己一聽到一億元就衝昏了頭 要怪就怪你自己嘛 腹肩本來想上前揍人 幸好眾人拉住了他 隨後也只能自認倒楣地離開 但就在眾人離去之後 在路上卻看到黑道上門來把婆婆綁走 眾人雖然幸災樂禍地直呼活該 但男子漢的腹肩還是單槍匹馬地闖入虎穴來救婆婆 不過終究雙拳難敵四手 被人用真刀砍傷 危機時刻當然又是男主劍逃太郎 帶領著一票贖身錢來解圍 真是太感謝 我欺騙了你們 你們竟然還肯來救我 今後我一定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啊 如果他們趕再來找麻煩 我們一定會出面的 啊 良男 我是你媽媽 看別攔我 我要給這老太婆死啊 末日 男鼠還是像往常一樣地在進行訓練時 突然有一台飛機經過 接著有一群外國人從飛機上跳傘下來 就在眾人都一頭霧水時 鼠長出現了 我這個叫男子屎屎屎塩 踢旁的 署長這解釋 因為男鼠的名聲傳到國外 所以總理大人特地來電拜託男鼠 說將會有三十個美國海軍士官學校的學生 要來男鼠做日美親善交流 順便互相學習 哈嘍 日本的皆さん Konnichiwa 喔 Sorry 剛剛嚇到各位 我們又準備一些見面禮要給你們 喔 這些 養鬼子還挺視像的嘛 等一下 這些巧克力是怎麼回事啊 我是聽詹吼主手在日本的Vader說的 日本的小朋友很喜歡吃巧克力 甚至一邊追著車一邊乞討 我聽完之後very sad 所以才特地帶來給你們 看我一定要讓這些羊鬼子們走不出校園啊 等等 傅堅他們是客人啊 Give me chocolate 哇靠 隨後美國學生的老大介紹了自己叫做吉斯 想跟日本學生的筆頭見陶太郎握手 這時突然冒出一個高大的黑人 想先握住陶太郎的手 黑人擺明就是來找茬的 他想把陶太郎的手折斷給男俗下馬威 結果沒想到自己的右手反而被陶太郎給毀掉 也為日美親善交流埋下了顆不定時的炸彈 接著來到了上課的時間 咳咳 我們男俗訓練學生 不只鍛鍊體力跟耐力 學問也是我們的重點之一 田澤一號生請到前面來 是 我是田澤一號生 我們日本人最優秀的就是數學 表現一下讓這些老外嚇破膽 放心教官 數學是我最擅長的 聽好了 各位 一一得一 一二得二 一三得三 一四得四 一五得五 一六得六 What 田澤幹得好啊 老外都嚇得說不出話來了 九七六十三 九八七十二 九九八十八 嗨 九九懲罰備完了 請多多指教 哦 真厲害啊 不愧是田澤 聽說他還要向分數的懲罰挑戰 嗯 是他的話一定辦得到 哲裡是油之源嗎 接著第二堂課是修身養性 鬼夫直接讓留學生見識一下 日本人的心跟禪的精神 每個俗身頭上頂的都是 會融化骨頭的強硫酸 而且用繩子將每個人連結起來 要是有一個人倒了 全部的人都會受到牽連 美國留學生當然不會放棄這個整人的機會 剛剛差點被逃折斷手的黑人 把一根點燃的香煙放在秀馬呂的頭上 想害他們全體打翻硫酸 不過這邊在漫畫裡被整的人 則是忍耐力最強的腹肩 秀馬呂為了保護同伴不受牽連 就算頭頂都冒煙了 他也不動如山的堅持下去 喔 這就是禪的最高境界 只有參透禪意的人才會發出這種傳說之煙 好 這堂課到此結束 看到秀馬呂被整得口吐白沫 腹肩再也忍不住 衝上前去就要找這個黑鬼算帳 沒想到反被人家一拳打飛撞到柱子上 這一拳終於點燃了兩邊戰火 就在雙方一觸即發時 署長江田島平霸出現 署長不但不阻止雙方 反而提出使用男署名物鋪針魚 來進行決鬥 在之前的影片中也有提過 男署作者宮下雅喜羅是玩漢字的高手 鋪針魚日文叫 其實就是英文的拳擊 規則就是雙方各派出三人 帶著針刺拳套比賽 才三戰兩勝志 不過漫畫裡的針刺拳套比動畫還誇張百倍 第一戰美國派出的代表就是這個黑人 男署的代表則是覆肩原刺 覆肩你沒問題吧 你在看什麼東西啊 看怎麼是小拳王 我從來沒打過拳擊 當別人向你出拳的時候 你要 我靠數定了吧 比賽開始 終身才剛想起 黑人就率先出拳 這一拳的威力竟然直接把柱子給打爛 由於黑人是個具有職業水準的拳擊手 覆肩的攻擊完全打不到對方 沒多久就吃了黑人一技重拳 不過覆肩的設定就跟星矢一樣 是個鎖血的血牛 不管被揍得多慘永遠都不會死 就在黑人打算給他最後一擊時 覆肩卻把拳套給脫下 黑人覺得這就是大合魂嗎 簡直是找死啊 覆肩說是不是大合魂他不知道 但這卻是貨真駕駛的男俗魂 隨即就將拳套戴在腳上 彌補了手短的弱點 一腳將黑人KO掉 鋪針雨的第一戰由男俗獲勝 這時在某處的大樓工地前 突然有一個重達300多公斤的石頭 因為鐵鏈承受不了重量而掉落 好死不死剛好有個男人經過 只見這個男人不疾不許地戴上紙套 一拳就把巨石給擊碎 隨後這個男人也來到了男俗 在校門口遭遇二號聲的筆頭 刺拾鋼刺 等一下 男人戴紙套未免太花俏了 這是用比轉石還硬的金剛石做成的 能夠摧毀時傷的所有東西 哼 這世上沒有我一文字流 轉眼見轉不斷的東西 兩人一言不合隨即過了一招 你叫什麼名字 My name is Jay 隨後刺死的刀竟然被J打斷 沒關係 我掌眼鏡還有很多把 男俗名物鋪針雨的第二戰 日本派出的代表是吉小鹿秀馬旅 不過在漫畫裡 男俗出場的則是松尾 美國則是直接派出吉斯 吉斯不是他們的大將嗎 我還以為他是決賽才會出場啊 因為再輸一場他們就要再見回老家了啊 放心 我的科學作傳是絕對不會輸的 只要用我傳授的必殺拳 就有99.99%的勝算啊 甜者的必殺拳 我還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耶 比賽開始 上把藍屬的洛基 比賽一開始 秀馬旅就利用繩索反彈 在擂台上來回奔跑 很好 對手已經被你的殘像給迷惑了 這就是日本忍術秘傳的分身術啊 看什麼分身術 只不是跑來跑去而已 快趁現在使用田哲氏跳跳鞋 他的眼睛已經被你的殘像迷惑 換學漫畫一樣 跳到空中高喊必殺技的名字啊 比比比殺技 對啊快喊啊秀馬旅 我忘記比殺技叫什麼啦 笨蛋叫閃電飛拳啦 接著秀馬旅就被吉斯一拳揍飛 還撞到場外的田哲 兩人一起昏倒 日本跟美國戰成了1比1平手 第三戰日本當然是由劍陶太郎上場 不過美國隊的吉斯卻表示 他們的老大還沒來 先由他跟陶太郎過兩招 沒想到陶太郎輕輕鬆鬆的就KO掉吉斯 這時禮堂的大門打開 這個叫J的男人走了進來 原來他就是美國留學生的真正老大 J看到美國跟日本竟然打成1比1平手 簡直是恥辱 就要所有人圍成一圈排排站好 這就是美國海軍士官學校的懲罰 醉之環 J朝最前面的吉斯揍了一拳 所有人就像骨牌一樣一個接一個的倒地 隨後J跳上擂台 叫人準備了一個像風扇一樣的東西 而這風扇的葉片竟然全是銳利的刀片 輕易的就能把木頭給切斷 風扇後面還放了一塊大石頭 接著在眾人面前秀了他的必殺技 馬哈潘吉 馬赫拳 拳速快到竟然能穿過風扇的葉片粉碎後面石頭 怎麼樣你還想直遭死路嗎? 哼 這真是精彩的美式馬戲團表演啊 日美清扇鋪爭雨的第三戰終於開打 J的拳頭不但具有速度又有威力 劍桃太郎只能一昧的閃躲 隨後兩人硬碰硬的互槓了一拳 碎掉的竟然只有劍桃太郎的拳套 J卻說剛剛只是熱身運動 接下來才是真正的馬赫拳 一瞬間J的拳頭突然快到讓劍桃太郎看不見而挨了一拳 幸好本能的閃躲沒有擊中要害 劍桃太郎站起身來說到 既然眼睛看不見就不需要用眼睛了 接著就把頭巾拉下來遮住雙眼 眾人都看不懂桃太郎的這個舉動 這是江戶時代的劍聖與藤井一刀災定中 封住雙眼花了十年才練成了新眼劍 哼 如果這個無聊的拔戲有用 那世界上到處都是蒙著眼睛的拳網了 不過這招新眼劍還真的是有用 蒙住雙眼的劍桃太郎不再挨打 能夠以些微的差距躲開馬赫拳 但J也是有留一手 J踏出了奇妙的地獄之舞步伐 突然間就像成像拳般變成好幾個人影 看他竟然抄襲我的分身術啊 劍桃太郎的新眼劍畢竟只是數層的 無法看清J配合步伐的馬赫拳 被連奏了好幾拳摔出場外 這時刺石也來到了現場 突然拔出背上的刀 將劍桃太郎的眼睛砍傷 並告訴劍桃太郎 雖然蒙住雙眼但還是會受眼睛左右 不如就不要這雙眼睛了 最後劍桃太郎終於靠著真正的新眼劍 閃過J的拳頭一拳將他擊倒 經過這次事件後 J就正式加入南俗成為有力的戰教 今天的內容就為大家解說到這 從J加入之後 南俗的劇情就開始擺脫校園生活 變成一連串永無止境的格鬥生涯 請繼續收看迴南俗第四集 惡怨季 關東豪雪蓮入侵 好是他又給我 好是他又在家 有時候打到我手都回來了 他說你兩麵都出現 又又要去哪兒打 怎麼是都失去 一字丟農鈴啊 誰來我恩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